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世界最值得你去的地方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在罗马竞技场比赛讲古战役 阳光来做聚光灯 二,在曼哈顿高线公园比赛种花 蜜蜂来做评委 三,在梵蒂冈博物馆比赛画壁画 历史来做颜料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在罗马竞技场比赛讲古战役 阳光来做聚光灯 在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 想象一下,你穿越时空 来到了古罗马的心脏 罗马竞技场 这里不仅是古代世界的WWA 更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课堂 只不过,这里的教学方式 比你在学校里遇到的要学心得多 当你坐在那些 由古罗马工程师精心设计的世界上 你会发现 这里的聚光灯其实是阳光 是的,没有LED灯 没有彩色追光灯 只有好老天爷提供的自然光 而这光线 正照亮着下方的演员 那些为了荣耀 自由或是生存而战的决斗士 这些决斗士中 有些是被迫参与战斗的奴隶 有些则是为了民生和财富 自愿参战的自由人 他们的战斗 往往被包装成古战役的重现 想象一下 一场凯撒大帝在高卢战争的胜利 或是斯巴达克斯领导奴隶起义的场景 在你眼前生动地上演 这不仅仅是一场表演 更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当然 这堂课的学费 是以血汗甚至生命为代价的 而这些战斗的背后 还有一个不那么光彩的真相 罗马人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仅娱乐了民众 还加强了对帝国的忠诚 和对军事胜利的渴望 这些表演 让罗马人民对战争 有了一种扭曲的认识 一种既残酷又娱乐化的展示 所以 下次当你想说在 现代体育场中的比赛时 不妨想一想 你所坐的那个座位 可能在2000年前 有一位罗马人 也在那里观看着一场 生死相搏的战斗 而那时的聚光灯 正是我们今天 仍然依赖的那个古老的光源 太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曼哈顿高线公园比赛中花 蜜蜂来做评委 在曼哈顿的新藏地带 有一条名为高线公园 The High Line 的绿色长廊 它曾是废弃的铁路线 如今却成为了城市中的一片绿洲 想象一下 在这样一个充满 现代艺术和历史气息的地方 举办一场别开生命的比赛 中花比赛 而评委不是别人 正是那些忙碌的小蜜蜂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这样的比赛设想 本身就带有一种 失忆的幽默感 想象一下 各路园艺高手齐聚一堂 他们的目标 不是为了赢得人类评委的青睐 而是要让那些 不会说话的蜜蜂投票 这不仅是一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展示 也是对园艺艺术的一次全新挑战 在这场比赛中 每位参赛者 都必须深入研究蜜蜂的偏好 这不仅仅是 关于颜色的选择 虽然蜜蜂对某些颜色 如蓝色和紫色 确实有偏好 更是关于花朵的形状 香味 以及花蜜的质量 参赛者们可能需要变成半个蜜蜂学家 才能在这场比赛中脱颖而出 而蜜蜂作为评委 他们的评判标准 无疑是最自然不过的 这场比赛不仅考验了参赛者 对花卉的了解和园艺技能 也间接促进了 对生态友好性植物的种植 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生物多样性 可以想象 比赛的现场 一定是一片繁忙而和谐的景象 园艺师们小心翼翼地照料着他们的花朵 而蜜蜂则忙着在花间穿梭 进行着他们的评审工作 旁观者不仅能欣赏到 各式各样美丽的花朵 还能见证蜜蜂与植物之间微妙的互动 最终 哪些花朵能够吸引到最多的蜜蜂 哪些园艺师能够获得自然的青睐 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乐趣和意义的话题 而这场比赛 也许会让更多的人意识到 在我们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放慢脚步 与自然和谐共处 不是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 所以 下次当你漫步在曼哈顿高线公园中 不妨想象一下 这样一场别致的比赛 也许 你会对那些忙碌的小蜜蜂 以及它们所偏爱的花朵 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欣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梵蒂冈博物馆比赛画壁画 历史来做颜料 想象一下 如果梵蒂冈博物馆 决定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比赛 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来参加一场历史作为颜料的壁画创作大赛 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宴 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 让我们一起带着专业的目光和一次幽默 探索这个假想场景背后的深意和可能发生的趋势 首先 让我们设想一下比赛的规则 每位艺术家必须选择一个历史时期 作为他们作品的主题 使用的颜料不再是普通的油画颜料 而是由那个时期的重大事件 文化特征和历史人物提炼而成 想象一下 一位艺术家挥洒着有古罗马帝国的辉煌 文艺复兴时期的创新精神 或是法国大革命的激情与混乱制成的颜料 这将是多么震撼人性的场景 比如 有一位艺术家选择了古埃及作为它的主题 它的调色板上不是普通的颜色 而是由金字塔的奥秘 法老的权利 尼罗河的滋养 以及木乃伊的永恒之谜组成 当它在壁画上描绘太阳深压的雕像时 可能会调用一种特别的颜料 那就是对永生的追求和对死后世界的深刻理解 这样的作品 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更是一次深入灵魂的历史之旅 再比如 另一位艺术家选择了文艺复兴时期 作为灵感来源 它的画布上 是尤达·芬奇的创新精神 米开朗基罗的雄伟壮观 拉斐尔的核鲜美 以及伽利略的探索欲望构成的颜料 当它描绘出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和科学探索时 观众仿佛能够感受到 从画面中飘散出的知识的芬芳和艺术的光辉 不过 这样一场比赛 也不免会遇到一些技术难题 想象一下 如果有位艺术家想要用黑死冰的颜料 来表现中世纪的阴暗 这种颜料应该是什么颜色 深沉的黑色 还是带有一丝死亡阴影的灰色 又或者 当另一位艺术家 试图用工业革命的颜料 来描绘19世纪的变革时 他是否会选择煤炭的黑色 蒸汽机的灰白色 还是新生工业城市的烟雾色 最后 当这场比赛落下帷幕 范蒂刚博物馆的墙壁上 将展示着一幅幅 用历史作为颜料创作的壁画 这些作品 不仅仅是艺术的展示 更是对人类历史的深刻反思和致敬 观众在欣赏这些壁画时 不仅能够领略到 艺术家的才华和创意 还能够 在这些色彩斑斓的历史长河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思考人类社会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当然 这只是一场想象中的比赛 但它提醒我们 历史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 它还可以是艺术家手中的颜料 通过它们的创作 历史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被呈现出来 激发我们对过去的好奇 和对未来的思考 对于这三场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对于娱乐和艺术的追求 是无止境的 在罗马竞技场比赛 讲古战役中 我们看到了 古罗马人对于战争的扭曲认识 以及他们对于战争的 娱乐化和残酷化 在曼哈顿高线公园比赛种花中 我们看到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以及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的重视 在梵蒂冈博物馆比赛画壁画中 我们看到了 艺术家对于历史的深度理解和创造力 这三场比赛告诉我们 无论是娱乐还是艺术 人们总是不断寻求新的形式和体验 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享受的体育比赛 可能与古罗马决斗式的战斗 有着某种共通之处 我们在公园中种植的花朵 也可能与曼哈顿高线公园比赛中的花卉 有着某种联系 我们在博物馆中欣赏的艺术品 也可能与范蒂冈博物馆比赛中的壁画 有着某种共鸣 所以让我们继续追寻新的体验 寻找新的创意 并一起享受这个多彩世界 带来的乐趣和启发吧 现在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比赛和我们在其中探索的主题 你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疑问 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